九州胡朱夫人是根据同名小说改编而来的,陈乔恩进来的喜事真不少,新剧正在热播,一部古装玄幻爱情电视剧,该剧主要讲述了九州大陆上的大指王朝朝堂与后宫当中,帝婿、方朱,还是三人之间错东复杂的爱情故事。 胡朱夫人的剧情内容十分新鲜,女主不仅女扮男装,被太监收为义子抚养长大,两人之间发生了一段深情虐恋,最终女主嫁给了皇帝,开始了一段的三角恋,该剧虽然还没有官宣主演阵容,但女主海施的饰演者杨幂,确实早就曝光了。 杨幂作为一位收视女王,颜值演技大家都有目共睹,有着拼命三娘之称的她演戏经验十分丰富,曾参两过不少的古装剧,不管是《古剑奇谈》中的风情学,还是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中的白浅,亦或是《扶摇》中的扶摇,每一个人物形象她都刻画得活灵活现,饱满自然。 吴朱夫人由她主演,被收网友们的期待,杨超越虽是以歌手身份出道,但她的新剧长安乐,却未播鲜活,不仅盖过了剧中女主的风头,其古装扮相更是吸睛不移,颜值爆表的她,穿上一身古装,完全是化身为小仙女的节奏。 除此之外,杨超越的好姐妹吴轩仪将在该剧中担任女二的角色,吴轩仪凭借扎实的唱跳功底和初。 亮脸也是,狂狂圈了一大批的粉丝。 开朗的笑容,总是给人一种快乐阳光的感觉,魅力十足。 吴轩仪完全没有任何的演戏经验,演戏实力与杨幂相比,自是毫无可避兴,但是她的古装扮相却清新脱俗,极具古典力,活脱脱的古装女神一枚。 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,杨幂,杨超越和吴轩组成的这一。 仙女阵容,简直是燃爆全场的节奏,仅凭她们三个人的颜值就能吸睛无数,你们觉得呢?